北京时间8月26日凌晨4点15分,西甲联赛第二轮再战一场,巴萨克场挑战巴拉多利德,巴萨遭遇严重困难,射门仅仅9笔8领先,而射证数和对方齐平。 好在巴萨拥有本赛季状态不俗的登贝来,凭借他在第57分中的进球,巴萨射线从客场全身而退,而这一场艰难的胜利也提醒了巴萨,目前球队的阵容也并不是无懈可击。 巴萨重启了引员计划,苏亚雷斯,以及垃圾蒂奇的表现,都难以称得上上家,巴萨可能会在夏天或者冬天引进苏亚雷斯的替补或者强力中场球员。 从夏天转会市场的情形来看,巴萨毫无疑问是想买进一类强力中场,而且人选基本上已经确定,那就是当前曼联的世界杯冠军真盒。 伯格巴,日前,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,诺坎普球场当前已经确定了一个战略,那就是必须引进曼联中场伯格巴。 这个夏天,巴萨和伯格巴的飞闻就传可不停,直到英超联赛的下窗彻底关闭,巴萨也只能作罢。 从目前来看,巴萨在这个夏天,是无法从曼联买到伯格巴的,但不妨碍他们东窗继续引进,而当曼联有了充足的演员时间以后,伯格巴也并不是非卖品。 据足球先生报道,巴萨希望再在东窗,引进一位轰动性的球员,就像他们在上各赛季的东窗一样。 众所周知,大家都知道巴萨引进了库蒂尼奥,花费了1.6亿欧元,震动了欧洲甚至世界族谈,而如今巴萨准备模仿去年的动作,在冬季从英超买下一位中将,毫无疑问就是伯格巴,而且身价可能也跟库蒂尼奥相仿。 巴萨已经在跟伯格巴的经纪人拉伊奥拉接触,伯格巴也希望能来到巴萨和梅西合作,双方一拍即合,同时,伯格巴在曼联和穆里尼奥相处得并不愉快,这也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实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伯格巴就算冬天加盟巴萨,是不是依然无法为巴萨出战欧冠联赛呢? 因为去年库蒂尼奥就是因为东窗加盟,而无法出战欧冠,才让巴萨是在欧冠出局。 现在,巴萨却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,今年三月份,欧足联发布新政策,从下赛季开始各球队可以登记三明东窗期交易,得到的新球员参加当赛季的欧冠地赛,也就意味着库蒂尼奥白白被浪费了一个赛季,真是时运不计。 同时伯格巴却可以呈这个顺风为巴萨出战欧冠,这恐怕也是巴萨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伯格巴的一个原因之一吧。 作词,作曲 parts,包吴冠地赛,尽管EZ & 它都在这小环游,可怜让巴萨出战欧冠地赛,在这种高拇值的赛季的穴货带,尽管理赛,实际等别人,不过咱们渐渡,就像广大前方的新章般的新了。 如果有一个概念的人,也将一样的为伯格اح状况所调项乐,尽管理赛,尽管理赛,尽管理赛S, happened to BE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